亨大无比零大胜思维,求你们重新看到了那个热不起的亨大,更惊喜的是,最恐怖的那只机关王也终于回来了,而徐老板的零莫为奖金智也发挥了作用。 据知情人透露,光是两场比赛,他就发了1300万人民币的奖金,可谓下足血本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两场的莫为领奖金的主是谁呢? 根据亨大奖金规则,赢一场球是200万的奖金,另外每晋升一球可以获得100万的奖金,所以亨大两场胜利能拿到400万的奖金。 另外晋升了九球就是900万,共计1300万的奖金,其他中超球队只有羡慕的份了,要说这两场比赛奖金最多的。 菲塔利斯卡莫属,两场经五个球两次助攻,怎么吹都不过分。 其实除了广州塔,亨大每位球员都踢得非常出色,但要说仔细的评分制度,肯定有高又低。 所以球员的具体评分,亨大官方还在统计并没有公布出来,新规新鲜出炉,外界肯定比较关心。 但得分最低的球员被公布,确实有点尴尬,甚至有可能影响后面比赛心态。 无论如何,可以看出许家印的这套整顿办法,还是立竿见影。 同时对于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投入,也马上就收到了效果。 这两个赛季,恒大似乎没了往年那样的专注投入,几乎没怎么花钱,结果球队在各条战线都遇到困难。 好在本赛季出断,恒大意识到了错误,许家印马上动刀改革,并重新出他个项政策。 结果就是两场大胜,可以说,纠正错误后的广州恒大真是惹不起,他们已经冲着八连冠雪了。